最近,于宣华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《无端关系》,书中分为经常人生也风流,人生辽阔值得轻言细语,你可知道我多爱你的五个大的章节。 刚看到这些寻常又吐着一种激风文味道的名字时,很担心是赵风雨的于宣华也开始了不同物样的温情写作,看过一些文章后,还好,的确还是那个狡狭的于宣华。 书中一篇名为《黄昏上眉头》的文章中,于宣华说,许多词语被我们用坏了,而我总一想听开的,想把这些词语重新用好,很多作家为了避免落俗套,会去用这些词,而感动个平时我更新奇的表达,于宣华在《无端关系》中则丝毫没避兴,大咧咧的谈论着,他说,没有办法,我觉得这些词最切切吗? 很多人用这些词显得烂,是因为他们投机取巧,明明这个词用在这里不恰当,却非又用这个词,书非上就写了你若安好,便是情节,他说到这里时,笑得前仰后合,于宣华最擅长的,似乎就是把皮套而行, 把一切正宗都消解得像个玩笑,也把别人刻意躲开的正宗的拿起,于宣华写的最好的一部分,是他笔下的,被赋予农烈的情感色彩的,自然与香春印象,如他写黄昏,再涌上来的浪就是夜了,我总是刻意在想象里,把这个时间段拉长一些,如同伴着一朵老大花,不让它闭合一样, 我喜欢这个时间的无力和徒劳,我的一半时间是和几颗细小的局务虚度了,我的委屈和它们新长出来的那俩一样,在微风里摇荡,不被万人知道,不被任何人安慰,如同他的诗中写信花,桃花,麦子,羊群,兔子,狗,载至季节,石令,横电相亲的风物,在于宣华的散文中,也被他细细的擦解, 失去让他感情的一部分,是触目所及,以引发关于更大的生命赶快的影子,在有故乡的人才,有春天这一部分,于宣华,无奈的血,一辈子不离开一个地方,我理解为一种能力的缺失,如同我这样的,无法在既定的命运里,为自己长一个小小的娃,因为从没有真正离开过,他便始终没有隔开距离去看河边,即便在散文中, 于宣华也以很大的蝙蝠写横电的变化,如随着时代发展建设起来的新农村,像女带的新房子等,可他依旧太关注自己的情感企业,而没有在陛下借力气,对于横电的完整的描述,因而,关于个体与更大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,也变得语音不详,于宣华,对被伤的话整为令,很难知道究竟哪一个于宣华才是真实的,是那个诗中, 说着,几颗败子提心吊胆的春天,和雪下不下来,都阻挡不了我的白,我白不白都掩饰不了,一生的荒唐的地回飞气的与宣华是真实的, 还是嬉笑怒骂地掉笑着身边的男士说,你不喜欢我,是因为你的灵魂无法和我对等,会知道,你是不是真的有灵魂呢,我的小白脸,一年后的春天我们相遇,我心疼的看着你变成了大黑脸,并属明,你的姑奶奶于宣华是真实的,没有人是于宣华的对手, 你伸出手试图握紧她的手时,发现握住的,不过是一团虚无,一半路的挥拳时,却发现击中的,不过是她自自的泄落,评论借洋洋洒洒洒地写长文,试图去描述,你归类她的写作时,于宣华说,我看不懂,被文胎奉为大牛的老作家, 大师,那么不愤愤,不寒暄地评价她的事实,她说,他们有什么资格评价我,他们自己的东西写得那么破,就知道喊口号,我觉得他们的评价就是个屁,于宣华说,文学史就是一堆灰,毫不掩饰地说,自己最爱思考男女问题,说男女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核心,当被问起,为什么会被大家关注,以至于走到今天? 于宣华说,因为我牛啊,我想他们没有看到我这样的一个农妇,和残疾人会写诗,所以他们觉得我牛啊,我的事也牛啊,于宣华说,我总是怜悯地看着对我议论纷纷的人,他们有没有足够认真的对待生活,是因为她承受过太多生命的重负,二十年的沉重的婚姻,需要些力气为的乡村生活,身体的残疾带给她深深的痛苦, 以及和身边的亲人的一次次告别,于宣华说,奶奶活了九十多岁,已经一点点把死亡的气息,透露给她的孩子们,把他们的悲伤化整为零了,把自己的痛苦也化整为零,分散的一篇篇文章和一句句诗里,有心形点点的痛苦,也总能举重弱心, 于宣华写,我把无数的黑夜,嗯进一个迷零去睡泥,我是无数个,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泥,她也写一个人在追寻爱情的时候,依旧保持着对爱情的景气,爱情的怀疑无法超过她对爱情本身的怀疑, 至于爱情,她有时表现得像横冲直撞,但其实更多的是胆怯,于宣华总是在吹一个爱情的大泡泡,遇到自己正义的人,迫不及待的向爱情的泡泡里吐气啊,远远看着冰分灿烂,实则脆弱,于宣华说她的爱情是一时心动,不放空枪,恰好那个人撞到了我的枪口上了, 我就是简单的心动,我的暗示都很少,在这方面不应是不自信,怕别人拒绝,我就打打空枪算了,我不想别人回应我,如果他们回应,我才会觉得白死了,我只想我爱别人,不想别人爱我,她在诗中写这人间情事,恍不如突然飞过的麻雀儿,而光阴皎洁,我不是一杆长寸断, 显而你,依然在一千个夜夜里,一色的温润和裂痕,不知不觉就得用时过境迁来整理过去了,于宣华用重重的,深情的字句,来写一世的爱情,她的深情都不待等到一个结局,就在一阵庞大的自我欢喜中消失在近,于宣华在访谈中说,我的深情都随风而逝,打个比方,我见到某一个人,我以为,无论在什么情况下, 我可以随着她,不管她在不在乎,对我怎么样,我可以跟她一辈子,但是这样的想法一般没有超过两年,到了我四十岁现阶段没有超过半年,于宣华也认为,男人在精神上无法靠近女人,很多女人很爱一个男人时,男人却觉得这个女人扑在自己身上,她会跑得比兔子更快, 单单从这一点来讲,中国男人不够大度,没有气概,并不像中国女人,澎湃新闻,从月光落在左手上,到摇摇晃晃的年间,我们爱不又忘记到无端欢喜, 这些书的名字是否也间接反映出一种你在生活的女傲中,挣扎到逐渐臭身,进入了一个较为平顺的生活阶段的历程,恒湃新闻,是歌中飘跃的意向,被在散文中演得比较平顺,也是要扩充很大体量的内容,有日常生活和自然意向的内容,都比较贴气和生动, 但是要拔高或者是谈论大道理语经据点时,则有些出戏,你会担心撒温托得太财,而保露出文字的弱点,和小姐米星室中积攒的那种米莎剧下的强烈感吗? 与秀怀,你说的可能是对的,我也没太注意,诗歌说到底是一种语言的艺术,真的是一种艺术,撒温则是要表达一种想法,虽然他们对于文字的要求都很高, 但是他们要抵达的东西都还是有点不一样,一个是通网艺术,一个是通网思想,写作的难度都大,澎派新闻,你最近都读了什么书? 于九华,我读的书不多,我只能把我今年读的一些告诉你,最近在读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,之前读过明代的一些书,在之前读了人类简史,又把《悲惨世界红语黑》读了一下, 差不多这是今年的书,澎派新闻,你觉得好的诗歌是怎样的?你会在意一些诗人和评论家们所说的写作的张法和规矩之类的吗? 于秀桓,诗歌到现在是没有标准的,同一首诗放在不同的读者面前评价也不同,但是能够打动人类一定是好的诗歌,这个是肯定的,当然不止于此,还有语言的运用等问题, 这一样实说就复杂了,我讲不透,我写诗还是挺靠直觉的,不管读了多少书,写作时还是要回到直觉上,我也不是很在意什么写作的方法,每个人有每个人写作的方法,别人的那种你也写不来,多懂脑筋就是唯一的方法,诗歌评论和诗歌真的是笨得太太浪, 评论家们把所有的文本放在他们的框架里面是没有意义的,文字要写的最切记事物的真相,很多人写飘了,写作的方法就是要切记事物的真相,而不是宣记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